第四個 背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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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擂 第四個 背餐 背餐 虛擂 第四個 背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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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擂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呢 要來分享我們餐單教授的招牌 就是我們的背餐系列 要一口氣呢 來做六個 很好吃 那又很健康的便當 那我知道大家其實已經許願這個 背餐 背餐 系列 一陣子 也發現我們分享的頻率 越來越少的這個 趨勢 但事實上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一個真的很好的備餐 是不容易組合出來的 你既要準備起來簡單又要好吃 然後保存跟加熱之後 不能變得太難吃 這樣子的提案其實是不容易產出來的喔 那今天呢 久違了就是在提出一個 我自己個人最近認為呢 很好吃的一個備餐的組合 那這邊呢就分享給大家 好我們就開始來製作 六個很好吃的便當 好備餐呢一開始一定要先把我們的米飯呢 先準備好 因為製米飯呢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大概要一個小時 如果你要米飯健康一點 我還會再加一點這種紅米麥 去增加它的營養 那大概呢是6比1至5比1的比例就可以了 自己斟酌一下 那這裡呢六個便當 我們準備的是三杯米的量 那就是加三杯水 好第二步驟呢 那很重要的是我們就一口氣 備料全部做完 然後呢接著料理就會很快 我們第一樣的主菜啊 是這一種棒棒腿喔 那像這種市場買回來呢 我會建議你沿著骨頭的地方呢 稍微划切一下 那等一下醃漬呢 會比較容易入味 像這樣子 雞腿呢 我們用一點點的醬油 大概兩大湯匙 就可以了 好,這個黑胡椒檸檬汁呢,非常重要喔 我們今天的主餐,蝦子跟雞腿肉呢 都要用這個來做調味 所以這個呢,還蠻關鍵的喔 背料呢,最後一樣就是我們第二個主餐 就是我們的蝦子 那蝦子的處理很簡單,就是做開背就可以了 那有腸泥的部分呢,就順便挑一挑 好,我們全部的背料呢,這樣就完成了 好,簡單說明一下呢 我們的主餐有兩樣 一個是這個雞腿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蝦子 全部都會用這個檸檬胡椒汁呢,做調味 那另外呢,會再炒一個番茄炒蛋 還有一個蘆筍炒香菇 這樣子我們便當菜就都有了 好,接著繼續料理 稍微包覆一下 可以把剛剛呢,擠檸檬的這個 擺上去一點 可以增加香氣 大鍋 提醒一下喔,這個氣炸鍋炸這個雞腿呢 你的皮面記得一定要炒上 你剛剛煮這個蘆筍香菇呢 味道並不重喔 所以你只要拿個紙巾呢 稍微清潔坑麵 就可以繼續做番茄炒蛋 然後,再有說起碎油 你看到這個血紅樹呢 開始放出來之後呢 然後這邊有一個下入彈 哇塞 嗨 太厲害了 哇這樣全部完成了 這個是我們的主食白飯 檸檬胡椒雞腿 檸檬胡椒蝦 番茄炒蛋 烏筍炒香菇 哇超厲害的便當 這樣就備餐完成了 好我們有兩種主菜 還有第一種是這個 氣炸檸檬胡椒雞腿 那另外一個呢 是烤檸檬胡椒蝦 那兩種主菜呢 你可以變換嘛 那你就比較不容易吃膩 你可以這一餐吃蝦子做主餐 下一餐吃雞腿 這樣子呢 就有一個變化性 那這次的備餐 其實也是相當簡單的 主要有幾點 第一點就是我們的主餐 全部都是用胡椒檸檬汁來做調味 所以你的調味就不用搞得非常複雜 那使用這個胡椒檸檬汁也是因為呢 現在夏天天氣熱嘛 這種胡椒檸檬口味相對的開胃 清爽 配雞肉跟蝦子呢 都是很搭的 那另外呢 就是工具上的使用 我會建議呢 如果你家裡有氣炸鍋 是最理想的 你可以雞腿用氣炸鍋 蝦子用烤箱這樣子做呢 分工 就可以很快的完成主餐 但如果真的沒有氣炸鍋 也可以都用烤箱完成的 好最後呢 還是要針對便當呢 來做一下簡單的使用說明 你可以準備這樣子的保鮮盒呢 上蓋密封 那這樣子的保鮮效果呢 就相當不錯 冰在冰箱我會建議冷藏 可以放三天至四天 那我建議呢 常鮮期三天內把吃完 是最新鮮的 加熱的部分呢 這次的便當 我們食材都做過挑選 所以基本上加熱之後呢 都比較不會有明顯的 變難吃的問題 那推薦的加熱方式呢 是使用微波 其次呢 才是使用電鍋 那畢竟電鍋呢 還是比較容易讓食材呢 增過之後 重新變味 那微波呢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好那這次呢 六個便當的備餐分享呢 就到這邊囉 喜歡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做看看喔 為自己或家人呢 帶個便當吧 喜歡我們菜單人救手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們菜單人救手 任何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這次分享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